索提亚刀 捆了绝对撒一样 野糕捆到涕凉 睡了足足八个小时 旁边没有人 没有那种可老谈的声音 就是不一样 现在下个楼 出去吃一碗馄饨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也懒得弄了 明天 我老妈 好久没见到你了 阿姨 好久没见到你了 你好久没看到我了 我最近这半年 都没有住在这里 很少来这里 快我不见到你 只见到你父母 在小区遛狗 对我父母遛狗的 你这干嘛的 我这个拍个视频 拍个视频 阿姨你家里也有狗了 我家有牵手 你一直看我父母 在小区遛狗 我以前也遛的 我就说最近都没在这里 我先走了 我这个自言自语 录个视频 先走了阿姨 吓我一跳 知道谁给我打招呼了 前面说到哪里了 思路都被打乱了了 说到那个明天 明天 我老妈 就可以出院了 一大早 就可以拆线了 中午在医院里面 吃个盒饭 下午就回来了 就前面早上 我和我老爸 打了个电话 因为我老爸是骑电动车 从这里骑到中山医院去的 后来我跟我老爸说 我说 下午我老妈出院 就是让他撑个轻朴实路 公交车 一步头 就可以回来了 我话还没说好 话音还没落来 我老爸对我 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反正就是骂得很难听的 骂什么我就不说了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 你老妈早上刚刚拆线 你让他撑公交车回来 像话吧 说我不是人 其实怎么说呢 后面我也和他解释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中山医院嘛 有个后门 就是有个急诊室那个门嘛 出来以后 我和他也说 左拐就二三十米 走走路的话 就是半分钟 就是轻朴实路 公交站台知道吧 一步头就可以回来的 而且只要一元钱 不像那些市区的公交车嘛 都是两元 也划算 也蛮方便的 后来我老爸 直接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也真的是无语啊 反正明天下午 他们回来 后面两天 我们就要在家里面 整理一下东西了 打包 该打包的打包 都弄好 就准备搬家了嘛 搬到江苏太昌去 之后 等搬好家以后吧 我就以后尽量 多拍拍我老妈 少拍拍我自己 感觉就是 多拍我自己 就是多挨骂 说到要搬去 江苏太昌租房子 抖音上面有一个好大姐 也发我私信了 图片我可以放在这里 给你们看一下 反正是热心好大姐嘛 她给我私信说 她浦东 有一套一楼的房子 再出租 可以租给我们的 具体是浦东 哪里 我也忘了 反正图片上面也有 4000块 一个月的租金 首先先感谢一下大姐 再者的话 我也回她了 4000块 一个月 太贵了 租不起的 我们这里青浦白鹤 房租 1800块 1850块 一个月 接下去 江苏太昌 那个房子 1300块 一个月 你一下子搞个 4000块 一个月 那不是 挖掉我们家里 一个大头了 现在我们家里 主要就是 我父母两个人的养老金 别的没收入的 他们养老金 每个月 首先付房租 还要给我加金 我每个月 加金2300多块钱 我老妈给我付的 再去租 4000块 一个月房子 不可能的 太贵了 差点忘记个事情 早上我老爸 电话里面跟我说的 让我订个搬场车 电话里面 被他骂 骂 骂的 我自己脑子也糊涂了 搬场车到现在都没订 等会 录好视频 就订个搬场车 他电话里面还跟我说 让我订什么 大众 什么工薪搬场 我还和他说了 我说你这脑子 这个都是 什么十几二十年前的 这种旧的这种公司 我等我就在霍拉拉 霍拉拉上面 另一个最小型的 相似货车 应该就差不多了 过两天视频 不一定每天有 因为家里面 现在弄得乱七八糟的 好多东西要弄 主要等我老爸 明天下午回来 回来以后 和我老爸搞一下 我老妈肯定也帮不上 什么忙的 吃馄头去了 手举的手就酸死了